再来看到的是竟然是为了有没有偷接自来水 这40岁的妇人打伤了93岁的老阿嬷 还把她打到送医 更多的内容马上连线一银 好 主播为了多了几块钱的这个水费 邻居是反目成仇来大打出手还送医 那么住在这个苗栗的93岁妇人 因为不满隔壁40岁的妇人 疑似盗用他们家门口的自来水 是气得上前理论 没想到双方起了口角40岁妇人 怒气冲冲疑似殴打了93岁的妇人 造成他身上多出伤伤来送医治疗 那你听一下他们怎么说 有没有怎样跌倒我不管 我就说你凭什么打我 你好巧打得到 打到我没关系你打骂 打到我嘛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被控偷水的40岁妇人 媒体到场的时候是怒气冲冲 还破口大骂说对方也打他 而且他们这个恩怨是已经三代累积下来了 那么现在又为了谁偷谁的水闹上警局 两败俱伤之外也破坏了邻居间的和谐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了谢谢盈盈来看到的是40岁的太太呢 为了有没有偷接自来水打了93岁的老啊